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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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知道自己是誰 我在原室見魂水 朝朝日暑而作 日落卻無法而息 我的心在飄零 似乎要離我而去 總有一些心事 無人能懂 有一些不能奇蹟 我們是增上一四二班 我們班大部分都是參加企業營 進入一起學習 其實我們班 大家感情都非常好 可是企業人士 實在是有夠忙的 所以常常就會 一下看不到這個人 一下看不到這個人 大家都是很忙碌的 不過像我自己 我本身是在郵局上班 常常會 因為開會 或者受訓 或者說晚上加班 常常在上課都 都深深來遲 實在是很不好意思 另外呢 像我們班上的金黃師兄 他也常常忙到七八點八九點才來 那我們藝人師兄 他常常都會出國 看不到人了 我們還有一位子媛 我們子媛師兄 常常站著上課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他每次都很想睡覺 所以要站著才不會睡著了 那個國洋師兄的 是怎麼轉 你看那個前面的紅綠燈 右轉 就快到了 是 國洋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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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增上一四二班的長者 也是協美公司的董事長 目前在家養斃 所以每隔兩三週 班上的幹部和同學 就會到國洋師兄家 共學關懷他 班上的另一位長者 中國醫大副社醫院的沈副院長 剛開始學廣論時 也有重重的困難 就是很忙嘛 然後我就想說 我怎麼可能會 每個禮拜會 要抽一天 兩個半小時去呢 所以覺得就 心理上有點抗拒了 所以我第一人就 都講好說我不小文 我只是去旁聽就好 甚至於覺得 學校去讀廣論是有點丟臉的 因為我那時候是當醫學院長 都在帶學生 都在帶大家 在做科學研究的 你怎麼去讀佛法 這種怎麼想 也不好取口 剛開始 大家就是這樣被工作追著跑 每天還是忙忙忙 人家都可以去上課 那我偏偏電話一堆 那一定是治療不足嘛 所以聽說做義工的話 可以去治療 所以當時想說 好我一定要想辦法去當義工 由於班幹部的關懷與陪伴 並鼓勵他們到各個大大小小的法會營隊 當義工累積資量 這一群忙碌的企業人 才有足夠的順源 在研討班當中安住學習 就在大家開始慢慢相應學習時 國陽師兄被檢測出 罹患第三期的肺腺癌 關鍋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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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煮氣管建了一個軟管 末端有刀 然後有鼻腔 進出匯部的煮氣管 再控制把這個刀張開來 再加一點油再出來 它是用這個軟管有鼻孔進去 光想像 的確是很苦 有那個動作你就會回到 什麼叫第一 在將近五十多次的化療過程當中 國陽師兄從未缺席廣論課 常為了星期二來上課 而將住院抽廢機稅的時間往後延 甚至仍堅持護持法會營隊 直到去年八月收到病危通知 兩年多來 國醫院和化療 處於是在住院 要關於五十多次的化療 他住院還會請假 對啊 就只有去年八月被告知病危那一次 就哪裡都會有 不然一直到訪院回來 就住院 然後我們還不曉 醫生看到狀況 他真的是病危 就在國陽師兄受到病危通知後不久 瑩娜師姐也收到了醫院的檢查報告 醫師就打電話來跟我講說 我得的是癌症 所以我從來沒有感受說什麼叫死無常 可是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 所以我當時去上課的時候全腦筋一片空白 我要說什麼話我完全都忘記 然後心裡非常的恐慌 那時候啊 就我的班長啊 他看我那麼難過幫我們班上 上了一堂那個歸醫 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還好有師父可以依靠 隔天班上的幹部 邀瑩娜到醫院探望病危的國陽 國陽師兄躺在病床上 還勉勵起來跟大家說話 瑩娜問他如何面對病苦 發現自己有這個病 其實就是承認這就是癌障的一個顯現 你經過這些其實也在淨出你的罪障 所以你會比較有一個 一個坦然接受的一個心態 把這個痛苦降到最低 班上同學接二連三視線無常 策略這群忙碌的企業人珍惜瑕曼 他們忙碌的方向開始變得不一樣 有時候實在是沒辦法 但是我還是盡量幾時間出來 那我都要求自己大概一個晚上 一檢把它聽完 聽不完的話至少分兩個晚上 三個晚上這樣子 那現在又全球廣論 這個是變成我睡前的一個時間 反正要睡覺了嘛 那電腦在 要關機以前就把它聽完 在忙還是要學廣論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請求 課都是在禮拜二晚上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所有事情都能夠自動排除 當我那個時間點 就剛好不會有人來找我 那我就可以剛好按時去上課 這樣 我現在有上班陪班 還有曾上班 還有護持主任的特別班 其實那種感覺是很寬喜的 再怎麼忙我都會想去 而且現在都很主動會聽廣論 紀念三月份 國陽師兄再度病危 令人感動的是 在住院的前一天 國陽師兄仍堅持上演套班 那一天 因故缺席的英娜 在下課後接到金黃的電話 就電話跟我講說 英娜 你怎麼沒來上課啊 你知不知道 國陽師兄啊 本來今天要去住院的喔 可是因為 因為要要上課 所以才延了一天 對 我心裡就很慨 我想說 我只不過是小事情 就沒有去 那我心裡就很殘悔 非常的殘悔 隔天是禮拜三 又收到這個命 說國陽師兄 怎麼 怎麼 要去住院的 我想說 不是才要去住院 怎麼一下這麼嚴重呢 就好 很害怕 然後隔天啊 然後我們就月月月月 去看國陽師兄 然後去了以後 然後就聽夫人 太太太 就在那裡抱怨 齁 你不知道喔 他那一天還規定我五點 五點要吃飯 說齁 我齁 六點要到學院 六點半 要去學院 然後要去擦桌子 我天 幾個女生哭了 其實國陽師兄 一向就這樣 其實他很多次的 要去榮總住院 他都安排在禮拜三 因為他禮拜三 因為他禮拜三 他都是這樣 他都是這樣 我後來就想到 國陽師兄 這麼努力的 這麼精進 然後我就想 師父一定有他的安排 他一定要告訴我說 我應該要怎樣 過我下一輩子的人生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應該好好做準備 真的那一刻來臨的時候 我才不要像我剛剛 知道得病的時候啊 那麼的無助 不知道未來怎麼走 這工作非常重要 有的時候我覺得 我這一生的準備 就是為了在死的那一刻 飛黃騰打 把死苦都改變了 改變成一種享受 所以活著所有的修復 變成在死亡的一刻 要對自己整個的 這一個生命 有一個交代 其實我目前來講 我也很清楚 我進入就是什麼 一盞油燈 再一個 一個 一個尽風底下 有時候 不等到這個油燈的油 進 也許 一陣子 比較大的網路 會把這個火焰頭 摧毅這個 螺系 就總是 我現在目前來講 就是有這麼一個準備 如何是把目前 你感受得最好 所以我現在在這時間 這三個 為什麼我還要去五公分 只有在這個時間 我才能夠掌握到 下一個火台 我往那裡去 終究要怎麼可能 我都廣告你 每天我耶穌把大佛羅金 拿到那樹木底下 去開一個鐘頭 那 公園長線 就只有在家裡頭 整個精神除了 養病以外 就是在這個 活血方面 去提升自己的 造成健康 國陽師兄在病中 仍精進不懈的精神 策利大家 在自己的元氣墊上 努力進醉集資 積極造神 金黃師兄 策罰公司 將近一半的同事 學習廣論 藝人師兄 也努力在公司 推斗善法 而藝人班 經常昏沉的子萱 更在身上增上班前 策罰班上同學 一起參與 線上廣論共學 沉沉的全年 音樂 武俄 另一邊 寧願 成為 千萬 广南班就像一个 培育莲花的莲花池 虽然根植于红尘着势 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 藉由参加广南班的原因 我们认知了生命最根本的问题 在师父广大乐力的奢侈下 走上了一个成就无上菩提的正确之路 所以这真是一个自利利他的好地方 非常非常吉祥的地方 希望能把这美妙的善业 在人间坚持下去 把师父留给我们的这种光亮 你传我 我传你 把它继续光大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